和大家看X上的一个贴文 这里就是说现在美国那边的民主党 已经考虑拜登不要继续去选连任 The dam has broken 水坝已经裂开了 这个来自politics 接下来我们看看 大家当然知道在这次辩论之中 他的表现非常之恶劣 在这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怀疑他没有能力继续做总统 不过 前总统奥巴马 记住当时拜登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就认为这次辩论是差点 不过只是一时而已 刚刚的 高局没什么 但是 接下来 为了证明自己得 这条片我和大家播过 不如再播一次人头来吧 他说 要让美国人知道 如果你被人打低了 你就要 站起来 证明自己 还可以的 站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其他地方开始这样说 这个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就说 如果你要服务国家 请你离开这场竞赛 to serve his country President Biden should leave the race 离开这场竞赛 这个来自纽约时报 之后 Atlanta 也有同样类似的 这样的 叫做什么 editorial 编辑所写的评论 写评 同样的写评 一天之后 就是联系 情况之下 叫做家里一家人 谈一谈 应不应该继续呢 那个 儿子 亨特就说 应该应该 就继续鼓励 拜登继续 选举 这个儿子 亨特就是利用 老爸的政治影响力 收卖他的老爸的政治影响力 赚到盘盘盘盘 但自己本身有行为 认真是一样 至于现在拜登后面的 这个女儿 是不是他的女儿 我不知道 因为我对他家人 有什么不同 我说这边有一个 这边 握着手的应该是他老婆 Jill 拜登 亨特不见了 那时是他们坐直升机去 Camp David的大约营 然后有人 叫 Kell Bernstein 透露出来 说过去一年 拜登有15至20次的事件 证明 Cognitive Decay 就是思想上已经退化 精神退化了 而第一个跳出来的 民主党的 这个参议员是什么 众议员 众议员说 你应该退出 这是第一个跳出来来自德州的 Democrats Democrats说你应该退出 应不应该呢 我解释不应该 这一辟是我的 大部分人都应该不应该 大部分人说应该是 是我说不应该 你知道了 我有另外一个心思 但如果你是Dem 如果你是民主党人 认为拜登应不应该 可不应该继续参加竞选 可不应该继续参加竞选 可以赢 只有8.7人认为可以 大部分人说 这次真是输 不应该继续参加竞选 好了 这个就是目前 现在 经过了 第一次的辩论 结果 如果安排第二次辩论 可否扭转这个情绪 就不知道 也会不会有机会 让它扭转这个情绪 也不知道 要看看民主党里面 是怎样 里面有什么派系之间的斗争 之外 我们不得而知 我祝拜登好运 因为我认为他应该继续 做美国总统 这样可以使美国继续伟大